民国96年7月17号 当年中央大学为了庆祝92周年校庆 联合了知名书法家和陶艺社 举办教职员书法陶艺连展 即中大主管陶器展 其中陶艺社邀请了教职员与行政主管们 共同创作近百件的陶艺作品 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学术倾向 成为当年校庆整场一大亮点 也提升校内艺术欣赏气息 当年中大教务长表示 由于大学校院平常给人刻板严肃的印象 尤其行政主管们更是学有专精 教学研究两头忙 因此这次借由校庆 突发奇想邀请他们一起来创作 展现另一面的陶盘彩绘才艺 也呈现出学术人的人文艺术情怀 而当年中大的总务长也以自身为例 表示发挥自己工程背景出身 讲求专业精准的个性 创作与自己专长有所关联的作品 把书法融入陶艺中 完成跨领域之作 不仅独特也更具有特色 记得重回报道